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亲团已经在10月20号的时候 在会议上就一决 要求前主席望阿兹沙主持开幕 同时公亲团也表示说将会为这一项一决负责 那么这是去年年尾公正党的党选之后 严重分裂成阿兹敏跟拉斐兹派系之后的另外一项后遗症 一年之后了 这个裂缝不但没有修复 反而加深了矛盾还有对立 我们先讲一些背景 就是去年10月公亲团的选举出炉之后 拉斐兹的派系就是获得安华跟望阿兹沙主妇的派系 阿克马以微差的票数拿下了公亲团团长的职位 他就击败了阿兹敏阵营的阿斐夫 阿斐夫输掉了 那么鼠里团长跟三名副团长中的两人都是阿兹敏的派系 包括鼠里团长就是希尔曼 他是阿兹敏的政治秘书 那么在中委方面的25人当中阿兹敏的派系 阿克马就说望阿兹沙是党的顾问 也是副首相 所以他们就决定邀请他主持大会的开幕仪式 他就表示说他们是支持所有推动党斗争议层的领袖 他们将会利用大会的平台去商议一些重要的议题 而不是落实涉及个人利益的政治平台 那来自公庆团的这个消息也指出说 今年他们不邀请党的老二阿兹敏 以便传达对阿兹敏的不满 尤其是他最近频频发表对党负面的一些言论 蓝眼过去的惯例都是他的臂膀 就是公庆团跟妇女组在代表大会的时候 都是邀请鼠里主席开幕 以前是赛呼吸哪里 现在是阿兹敏 那么今年的妇女组大会 还依照这个传统就是邀请老二来开幕 那么公庆团的这项议决 肯定会掀起另外一轮的争议 我不敢说他是分裂 也希望不是不然会很失望 因为你赢得政权之后就要好好的干活 不是想设法把你的对手给干掉 公庆团内部的两个派系 现在就为公庆大会的开幕人的课题 就吵了起来就互相指责 那以希尔曼为首的21人 今天早上就联署了一份的文告 就指控公正党的总秘书 塞福丁就取消邀请阿兹敏 为公庆团作为一个开幕人 他就说这项举动 间接的也暴露了公正党 有领导的危机 以致党的分裂 取消邀请阿兹敏 是违反州大会 母体大会 还有组织的一个传统精神 同时也释放了一些错误的讯息 给党员 尤其是党新一代的成员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良的示范 那么如今外人或者是民众 不太关注 也不太在意公正党的内斗 对这一种的斗争 感到麻木麻痹厌倦 甚至是厌恶了 不管是阿兹敏 还是拉斐兹的派系 如果还在搞小动作 搞内斗分裂 最终将失去民意 刘氏支持者 一个不小心 连你手头上拿到的政权 都会丢掉 最后剩下什么可以争呢 难道要争条铁吗 还是要争那一口气 我真的还不知道 不过阿克马就有说 他讲公庆团没有取消对阿兹敏的邀请 也没有所谓的突然更换开幕人 他说我们是决定邀请望阿兹杀 因为望姐是公正党在联邦政府官职最高的党员 另外赛富丁也否认涉及公庆大会的事宜 并表示说这些事物都是由公庆团自行全权处理 不管两派杀得如何天昏地暗 我很想知道的就是望姐她如何回应 她的态度跟立场是什么 她会出席吗 她是倾向拉斐之的 对阿克马也非常的友善 那么如果她出席公庆团的大会 而妇女组却由阿兹敏来主持开幕的话 这将是一个尴尬而且是难看的一个局面 如今公正党他正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 他的队友现在变成了对手 有人对首相的位置虎视眈眈 流了满地的口水 那么内部则无法凝聚团结的力量 以团队的精神把枪口一致对外 内部的派系凌厉 其实是蓝眼至20年前成立至今的老问题 也是历史的因素 那么要追溯回当年猎火墨系的时候 结合各路的英雄人 就有点像水浒战的108条好汉被逼上梁山 大家的背景不同 有钱巫通 有人民党 有伊党 有阿兵 有搞社运 有搞这个街头示威的人 是全部在一起 那么如今组织政府之后 就应该要好好的执政 那么蓝眼他还面对另外一个来自外部的干预和破坏 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干预 让蓝眼一直没有办法往前迈进 受到内部斗争的给困扰着 这是内部和外部的因素 说来其实一笔不这么长 长话短说 就是棘手的一个问题 不容易解决 那么党内也有一些人是故意的不要去解决 所以这个是悬而未解 难以解决的一个内部问题了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就关注一个对国家来说 是相当重大的一个新闻 话说我国的这个航空安全级别 遭到了下调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好好的带你来关注一下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